老铁门老铁门你们知道吗 每个女生或多或少都有一点也不算毛病的一些小毛病 比如说闷闷就有 这一点不大正常 今天我就来模仿一下闷闷酱的一些毛病 看她自己能不能发现我在模仿她 肯定特别好玩 第一就是闷闷酱特别喜欢尖叫 有事的时候叫没事儿 这时候还叫 高兴的时候叫不高兴的时候也叫 经常我在那专心的干个啥 玩个游戏 她就在卧室里发出一声 不知道的还以为她出电了 然后我就会从你去问 怎么了怎么了 然后她就跟我讲 谁谁谁怎么怎么怎么 我就问一点目笔 好 但是没办法 你还是得去 因为她的尖叫了 你要是不去就是不关心她 被她找到把柄了 你就完蛋了 是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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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一笑啊 你说来干嘛呀 你不是喜欢带的女孩吗 是啊 那你进去啊 我没有没人等你 你说来干嘛 你看看是怎么了 那你先进去呗 你还真进去 你还真进去 第二点 摔东西 来一吸你的注意力 温度 明明 蛤蜃蜃大 蛤蜃蜃你 隧手都聋了 啊啊啊啊啊 隧手都聋了 干啥呢你啊 一听到我这儿有声音 没病吧你 听到吗 没听到吗 劳补每个女生都会劳补一些奇迹怪怪的情况 为了考验你 可不可以输轨 可不可以变心 为了考验她在你心目中的地位到底怎么样 这些问题加起来可以写一辈这么厚的书 我也到时候也随便找几个问题来问问她 看她自己能不能打得过来吧 你还摆我 你推伴部的动作认真的吗 那你放朋友圈 发呀 发什么 发你爱我 其实不是发给我爱你 发给我的照片 然后说你爱我 好傻 好羞耻 你根本就不爱我 朋友圈都不敢发 还在这儿说爱我 你宣布啊 你先全世界宣布啊 你为什么不敢告诉她的 你是个大女吧 你要发 你要发 好好好 不用了 我知道 不发 我知道女人一发就行了 发我发 不用了 发发 这样好 好吧 我就是测试一下你的 好了 你通过我的测试 好的 这是第一重测试 你要爱我 你就站在马路中间去 我一声你爱通往事 快去 哈喽 特别发生 我们问你个问题 要老师回答 不能骗我 就假如我们俩在这儿吃鱼 吃得真害 你刚夹了一块子鱼放到碗里 突然隔壁坐的帅哥 突然过来把你碗里的鱼给夹走了 你会怎么做 我一下子就把他给踢走 我说凭为什么夹我的鱼 不要吃我的鱼 粉红你的部位 吃你的鱼 我的鱼就是我的鱼 你的鱼就是你的鱼 你不能吃我的鱼 不会 你现在在帅哥面前说话这么溜 就是因为就是看着我看得多了嘛 然后就提高成本费比 你觉得他不帅了 对 但他是个比我还帅的帅哥 你再帅哥面前不是会结巴吗 不 不 你真结巴了 你觉得他帅是吧 别吃我还没说完 结不结巴我现在不管了 你知道为什么他会有机会夹到你碗里的鱼吗 他坐在我旁边 对 你一开始就不夹到他住你旁边 不是 不是是我先坐在这 他才坐在那 你能让他走啊 这不是变老板 我不是不知道他走 他不是走 你走啊 你走点啊 那你再走啊 对 你不走 等一下我想一下 我先来吃饭的 他坐在我旁边 但是我身边有你 在你的光芒下 我觉得其他一切都不重要 我只专心的跟你 是世界上最帅的人 就我跟世界上最帅的人 你不像鱼角厨 很开心的吃饭 他穿了鱼角 我毫无办法 我毫无把他 我让他毁了 好吧 这个回答还不错 没没没 假如世界上最帅的男人 和我一起来要你的微信 你会给谁 当然是给他 当然是给他 怎么给 就是因为你有我的微信 那我只能选择一个给 那我肯定给他 你咋XX吧 我不就是世界上最帅的人 对吧 这个神经病 觉得有人 居然觉得有人还比我还帅 你觉得我在眼里不帅了 你还要给别人微信 那这就是说随便拿一个比我还帅的 你一定要给他微信了 就是我想一下 就是世界上没有比你帅的人 所以这个问题不存在 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 假如路边一个帅哥 焉焉一息 必须要你能够呼吸才能救他 你会怎么办 不是世界上最帅的帅哥吗 对 那我们就是救他 那个就是你 可以可以 可以 可以 已经会抢答了 你什么意思 你揍我 你揍我 我焉焉一息